总是看来,这个是个装备 对对对 近前这参访专国营了解我们国国宏主主的力量 方志工就要穿这个总总统大清朝 会保得到府邱小美金做会去国宏部 听起立干部 并且是国宏起立重地 行山支回所 在过去总统都是先确定了行政院长 确定了国安委秘书厂之后 再听国安部长简报 那这次这个schedule往前了 我还是没发觉这个问题 有前后的问题 不过真的我们觉得想说 一个长官要跟换的话 有必要把我们目前当前的状况 跟未来的走向要给他做说明 专专通了解国宏主 是搞什么的随形 都是未来国宏部 国安会对国臣所的机票 就变成说 如果政府的新材购买出来 坚持了解 最早前美专家过后 下班是市贵中就会进行宣布 过去认算 红山公就是正民进党的主席 杜英台 外界又点名杜両费 就是费林家梁 你有被赖父争取问吗 他有问过我其他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问到吗 这个问题没有问到 今年十五岁杜英台应该是质核心 比说是大书 只要一千年大乘地做行政营党 杜英台是必须党 只要一九年九月一三前 民进党大书 杜英台在国派的共产党下 当参民进党的主席 如果刷楼朝战基金 杜英台比较最新大 这次大乘地参总统杜英台 那么他跟各派系的关系 也都非常的良好 因此我相信 如果由他来担任葛奎的话 都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人选 那未来面临朝野 三党不过半的这一个情况 那我相信新任的葛奎 那必须在这一个朝野里面 折冲里面 那这个寻找大家 对于这个民生法案的共识 所以这个不认是林家隆 或是竹庄泰 那我们认为都是 非常好的一个人选 因为毕竟我们是 同一个政党 那继续再来执政 那我相信说 也不用这个基于摊牌 达清德四代就这边来了 为经济国安九州国人数 达清德的安保就班 希望可以没胖上接 美式新闻综合报道